风波不断的阿里巴巴如今市值暴跌 不过阿里此前也曾在三年的时间内 夺下了60多项世界第一 成了国内云计算领域首个打破美国企业垄断的企业 阿里巴巴曾在哪些地方为果争光了呢 从达姆院公布的信息数据上来看 该机构技术人员让人工智能机器人 在读图会议这个技术性难题上 首度赶超了人类 简单来说 如果给人工智能机器人一个图片 它能够精准地理解出图片所表达的意思 比如一个人拿着筷子坐在饭桌前 机器人就会给出吃饭这样的事宜 在今年的8月份 浙江通信机构就曾接到了投诉举报 其实这已经不是阿里第一次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此次阿里云的问题被曝光后 有关部门很快就通过调查取得了证据 已经责成阿里云进行整顿 据阿里云表示 之所以会出现这个问题 不是公司系统的漏洞 而是因为一位员工接触到了这类资料 而出现了泄露事故 这类资料 有关系统的漏洞